宗醫師好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張偉宗醫師 那張醫師一開始先介紹你個人這個醫學背景 是 我本身是中國藥大學 那個學獸中醫學系畢業的 那我本來是學的是那個 程大航空太空工程系 所以我的本身的最早背景是工學院 對 那畢業之後呢 那因為我的父親跟母親 他年紀比較大一點點 那時候我們 我本身是打算說出國 去念書到美國 或是都到烏克蘭 這些航空工業發展比較前去的國家 那後來因為考慮到媽媽的 跟爸爸的身體健康這些問題 然後我就留下來 那也是因緣機會 認識另外一個中醫師 那他幫我算命 因為我們人在一些比較迷惘的時候 都會去算命 他幫我算指揮手術 就跟我講說 若瑋來來來 你可以來讀我們的學校這樣子 後來我就來讀 就是考進去中國醫院大學 來就讀 對然後學習中醫這樣 所以你是中途才轉中醫喔 對 所以我讀兩個大學 不是醫學本科 這樣子念講會不會很辛苦啊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同學大部分都是醫學院畢業的嘛 就是說可能過去是藥學系啦 或者是說物理治療系 那我個人覺得說 其實工學院在讀這個中醫過程中 我發現反而會比較輕鬆一些些 因為傳統的醫學院都是用背誦為主了 那工學院的話大部分是推理跟演藝 還有包含一些歸納這些 那後來我認識這個一些很不錯的一些中醫師老師 那在學習過程中我慢慢發現說 其實中醫是跟中醫中醫這個這個學習 跟原本的工學院的這個訓練其實蠻像的 因為中醫它比較偏向是物理方面的 我們以前傳統的醫學院的話 比如說現代醫學的話 其實是跟生物跟化學比較有關 反而中醫跟物理有關 我那時候也覺得很奇怪 後來慢慢發現說 古人他們在學習這些大自然的道理的時候 他其實是觀察一個自然的現象 做一個歸納 然後再去做一個理論的推導 那其中有個部分很大的部分 在於關於人量的部分 人量這個部分在現代的科學來講的話 就屬於物理這個領域 所以我那時候雖然是工學院背景出身 但是我覺得我在學習中醫的過程中 反而會有蠻多的一些想法跟突破 因為傳統的一些 就是說如果有受過現代醫學的訓練的一些同學的話 他反而會在西醫跟中醫的這塊 結合跟融合方面來講 他會有一些衝突 因為有些過去 過去講的是這樣子的方式 好過去的這種急轉 那他可能就沒有辦法跳脫 那我反而是可以沒有這個苛咎 我覺得有些西醫如果轉中醫 會有一些本位主義就對 因為他過去接受我是西醫的訓練 當然隨著後來在中醫的學習 還有包含後來的職業的話 慢慢會回歸到一個 原本的我們中醫的一個 這個思想的系統裡面 但是他會比我當初會多一個 這個一個等於是一個 跨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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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屏障就對了 那你考上中醫之後 後來職業到現在幾年的時間 我現在目前職業的話是12年的時間了 是從畢業到現在 好那接下來就請中醫師幫我們介紹 你這本書的章節好不好 就是很清楚的分為四個重點對不對 就是快快瘦月精算 美肌膚跟超好運這四個重點 為什麼你會對這四個主題有特別的關注 是因為你這個看診的本科的關係嗎 因為我本身大部分 我的啟蒙恩師 他是一位中醫的一個婦科老師 我們中醫其實是不分科 但是你會發現你的臨床上面的一些患者群 慢慢慢慢就會把你歸化 歸類出來 剛好我的啟蒙恩師 他就是屬於這種中醫婦科的老師 所以我承襲的這個 他的一個教育跟他的思想來講的話 我的這個患者群的時候也是很奇怪 不知道是不是特別有女生緣還怎麼樣 我好像看很多都是女生 那這看診的過程中 那因為我本身就是專長來講的話 就是在不孕症嘛 所以很多女孩子就會來找我看 那有些是 還是屬於我們講的說未婚的小姐 那有些是屬於我們講的說 已婚的婦女這樣子 那他有不同的年齡層 有些是學齡的這種年齡層 有的是最近在工作的這個年齡層 那他每個碰到的問題都不一樣 好 比如說我們學齡的這種小女生的話 她希望就是說她的月經能夠順利 好 不要亂七八糟 因為都影響到她學業的學習嘛 那我們工作的女性呢 當然也是希望說能夠更漂亮一些些 讓她在職場上面的發展 好 可以更就是稍微 就是更讓大家可以更受到注目焦點這樣 好 所以她會往一些美容 好 或者說一些很漂亮 好 包括我們講的減重 瘦神這些方向去來就醫 那當然我們的結婚的女孩子的話 就會面臨最大問題就是要懷孕嘛 那現在的人因為文明的結果啦 我個人認為說這是一個文明病 文明結果的話就造成很多的女性結婚之後呢 她不是馬上想要懷孕生子 可是等到一段時間要懷孕生子的時候 她就變成很大的困難了 那這時候就會尋求我們所謂的中醫西醫的一個幫助嘛 那在西醫的治療方面來講 如果得不到一個很好的理想的一個治療的話 她可能就會跑來我們中醫這邊來尋求幫助 那剛好我在這方面來講的話 也幫助蠻多的這個姐妹 他們希望完成這個懷孕的這個心願啦 所以我後來就把這個心得 當然當媽媽之後還有很多後面的一些問題啊 包含我們講懷孕的過程啦 還有安胎啦 還有我們講所有的坐月子這些 所以我後來就陸陸續續 就把一些我的想法 寫在一些文章裡面 我當然沒有辦法 像有些專人作家寫很多啦 我就差不多有時間就寫 那時候大概差不多一個月 大概寫一篇到兩篇啦 那當然事業 還有我們的這個工作 還有幫人家庭越來越忙碌 後來就慢慢變成說 兩三個月才寫一篇 這樣子慢慢累積差不多快十年 那我有一些患者朋友就跟我想說 張醫師啊 你平常在跟我們這個 這個這個 臨床看病的時候 有講好多好多的話 他覺得這些話跟在一般的這個 他接觸過的醫生都沒有 很少聽到這些話 他卻很很很可貴啦 他希望我能夠給他做個紀錄這樣下來 整理出來 對對對 那我也覺得說 好像有道理喔 那乾脆我就把這些 我剛接觸到這些 所有的患者群 不同年齡患者群 他們面臨到問題 那我就把它做一個歸納 然後按照一個 我們中醫古代講的 經代台產的一個順序啦 就是婦科的經代台產順序 我就完成這本書 這個也是做我一個人生的一個里程碑 獻給我的天上的爸爸媽媽 還有我的小朋友這樣子 確實看中醫很容易透過口吼相傳對不對 因為大家懂是問說哪個中醫師看什麼比較好 那是無形中慢慢就變成你對婦科是很專長就對了 那其實這本書就分為這個六個章節 那是不是就我們大概的每個章節重點都稍微跟聽眾朋友聊一下 第一個章節講說女神不告訴你的五個秘密 就是相信很多這個婦科的女孩子不管未婚已婚來看你 你是慢慢就整理出他們大概的生活作息 以及跟這個中醫調理 有哪一些相關聯相呼應的地方 整理出這個女神不告訴你的五個秘密 就是這個動靈的秘密嘛 是是是是 因為我們我是一個中醫師 所以我的想法 當然在看診過程中 都是以中醫過去的一些理論跟經驗為主 我們中醫最崇尚的就是傳統醫學 最崇尚就是所謂的自然 我們常常講道法自然 那在這個自然過程中 跟現在我們講的科技文明 它其實是相衝突的 我就發現說奇怪 過去其實沒有很久 大概50年前 過去所看到的一些問題 跟現在人看到的問題 其實完全究竟不太一樣 我們現在譬如說我最簡單的說 像現在人懷孕的問題來講 以前在阿公阿嬤的年代 它不是問題 你去做一個思考跟回饋的時候 你會覺得奇怪 他們過得並沒有我們好 他們生活其實是比較 物質比較匱乏 物質比較匱乏 比較輕苦的 那怎麼會 我們現在人營養又充沛 生活又病歷 怎麼會生懷就出問題呢 我還發現其實就是沒有回歸到自然 因為在文明的狀況之下的時候 大甲因為太便利了 所以你的身體的體能 包含我們的本身的身體的體質 它慢慢都會偏向是一個比較 我們叫做不健康 或是說叫做亞健康的一種狀態 它加上還有生活的作息 其實生活作息影響是蠻大的 我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像我看診這麼多年來 我就發現從我看診有手機的 這個發明出現之後 整個看診的困難度 就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就是病人的狀況變複雜了 變複雜了 很多病 我就覺得思索很多 發現其實是跟現在的3C產品 這些使用過量有關 還包括我們整個人的休息的時間 作息的時間都有關 所以我在這本書的開中密的第一章 我就一定要把這個東西 就重點把它講出來 也就是說這個重點就是這本書最大的精華 就是要回去過以前阿公阿嬤的生活 譬如說我們到這場買東西吃 因為以前人工添加劑很多 食品合成的很多 你就想想看如果以前阿嬤 譬如說你就帶阿嬤到市場去 阿嬤說這個東西我怎麼都沒有看過 我從來都沒有吃過 或許這個東西你暫時就不太需要去購買或採購 那作息也是一樣 譬如說像你現在我們這種冬天來講的話 大概太陽大概差不多五六點準備就要下山了 那七十七八點就開始就晚上了 那在過去的年代來講的話 這時候差不多就準備了 休息睡覺 那因為我們現在創造很多文明 再像上我們講三些產品的這個便利 我們可以創造一個不夜程 你像說1天24小時 但是我說實話有人把1天 他說25小時26小時也是有 那以這個自然來講的話 我們中醫講陰陽嘛 就像白天跟晚上一樣 白天是屬於陽晚上屬於陰 那很多人就是這樣子 從早上起床開始一直拼一直拼 回到家之後又開始一直摸一直摸 我們不要說晚好了 就一直摸摸摸摸摸摸 所以你就會看他的白天的時間 其實是無形狀是增加的 所以已經是到晚上了 他無形狀就增加 所以在中醫來講的話 這就是什麼陰不足了 陽很多陽過生陰不足 這就是所謂的陰虛 所以中醫有 現在目前很多女孩子體肢 當然男生也是 就會呈現到我們講說陰虛的狀態 所以我就希望 就是說在我的書裡面來講說 希望大家開始 先注重的就是把一個生活的作息 生活的習慣 先去想成到一個比較正確的方向 這樣子中看之下的時候 不管我們去接受任何的醫生的治療 或者是說我們自己本身 再去做後續的一些 去做一些運動 或是說自己去做一些鍛鍊的話 那個效果才會增加 所以是講到五個秘密 就是說要過阿嬤以前的生活 就是晚上該睡覺就睡覺 不要熬夜就對 對 然後不要吃一些加工食品 然後要正向思考 然後要熱膚 養出好體質 再來是愛運動 不要當人底的沒人 這個是不是要稍微幫我們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人底 因為現在的女孩子 因為我剛剛有提到過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姐妹 不然男生也是這樣子 她慢慢慢慢 因為身體在不斷的 體力的透支的狀態之下的時候 我們身體就開始慢慢會變成說物質 就是我們身體的 身體本身的這個結構的 建構的這些物質跟營養 他們會不夠 因為睡眠是身體最好的一個 修復的一個時間點 也就是說你今天每天都走破壞 但是沒有做建設的話 那慢慢就透支掉了 就像公司在花錢 花錢都沒有營收的話 它一定慢慢這樣透支掉 但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時候 我們人體為了要治救 這個是所有的生物都一樣的 它一定要把最有限的資源 放在我們最需要 維生的這個所謂的器官裡面 我們維生器官就是腦袋 像我們中間講的乾性皮肺腎 當然這是部分 就跟西醫講的這些 維生的器官是有關的 在這種狀態之下的時候 把所有的這些 我們所有的能量 所有的資源 都投在在這些維生器官的時候 我們的這個身體 下半部的就包含我們講的 身子這一塊 它就犧牲掉了 因為我們的身體結構很好玩 就是上半部都跟生命有關 下半部都會跟 將來的延續生命的身子有關 所以體質會變成所謂的 這叫上面熱 下面冷的這種狀態 就是說上熱下冷的體質 那女孩子 男生因為他本身屬羊 我剛剛講說男生 女生屬嬰 男生屬羊 所以男生有這種體質出現的時候 影響並不像女生那麼大 可是女生就差很多了 因為女生屬於嬰 它下面又是屬於冷的時候 我們就感覺到嬰生生冷冰冰 那種感覺 她懷孕的子宮 卵巢這個整個骨盆腔 它如果是屬於我們周英講的 所謂冷底的這種體質的時候 它的這個身子的功能就出問題了 所以我通常都可以建議我們的女性朋友 就是一定要接觸到比較溫暖的東西 任何的溫暖的東西 比如說食物 或是你的工作的環境 包含你回去打造的家庭的居家生活 一定要存在一個比較溫暖的環境 因為你身體自然而然會去跟這些溫暖環境 去做一個 等於是做一個交換跟回饋 就我們常常中醫講的所謂的忍者 要樂之一樣 就是這個道理 所以樂夫 樂夫是我自己在林寵衛教授 常常講的一個方式 當然這個方式後來 因為很多姐妹朋友用了之後 他就覺得很好用 所以他後來就跟很多人分享 所以如果你到網路上打我名字 很奇怪 他跑出樂夫兩個字 好像被一個關鍵字 會覺得很好玩 當然後來有很多人 也有一些廠商會說 來找我說張醫師你可以跟我們合作嗎 幫他一些什麼 業配 但我這個我就沒有特別去 我本身我那裡看病就看病 我就不會去跟他做一些合作 但是我會特別去跟大家提供 就是說一個方法是說 去買個電熱毯 因為電熱毯很方便 插電 很方便 對 插電很方便 你一插上去之後 他會至少他有幾個好處 第一個他定紋 如果你用我的軟包 我就會有這個問題 如果用熱水袋 也會有這個問題 他沒有辦法完全的定紋 第二個你可以設定你的時間 譬如說你要睡覺了 我就設定一個 譬如說一個小時或半個小時 他就斷電掉了 如果你用其他的方式 就還要後續處理 好討厭 熱水袋要去倒水 什麼的麻煩 對 再來就是說 它的範圍很大 一般我們用的電熱毯 我當然會希望大家買的 是稍微大一點的 因為它這個事實上 原本是在腹前科所使用的 那你大的電熱毯 你譬如說要樂伏我的背部 樂伏我的腰部 它一次就啪 一個層面 如果說你用其他的方式 它就比較局部 好 再來第三個就是說 這個電熱毯 它攜帶方便 有一些人說 那譬如說我去泡腳 用什麼泡腳機 或是用什麼紅外線的 那個探照燈 那種紅外線移 那也都可以 可是你會發現電熱毯最方便 譬如說今天要到客廳弄一弄 我要離開了 我要回到寢室 我要到書房 它就隨時可以帶走 所以這個方法 是我跟大家比較推薦的 就是類似像中醫講的那種溫灸 我們中醫有所謂的溫灸 像早期前幾年的時候 也有很流行所謂的燻起 它也是一樣用中醫的 這種艾條灸 然後是一條艾條河 放在我們的這個中醫的肚臍 叫做神雀雀的這個地方 去做一個加強一樣 只是說我只是覺得說 樂腹是更方便 更生活 那運動也是一樣 為什麼我常常講到運動 因為現在的人 女性男性都一樣 尤其是女性朋友 基本上 因為我們人體是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特別 去蹲你的肌肉的話 當然每年就會流失1%的肌肉 那女孩子從小就 比較屬於靜態的 這個我們講的美麗的生物 但是到了這個步入到我們講的這個 生殖的年齡的女性的話 那基本上你肌肉如果沒有去特別去鍛鍊的話 你常會發現容易手腳冰冷 或者是說常常覺得體態來講 都覺得不是那麼好看 體態怎麼感覺奇怪 怎麼我們講小富婆 小富婆 小富為徒 因為她腹肌不夠 不夠強 或者是說 這個去跟人家爬個山 就是 帶她朋友一起聚一聚 爬個山 或騎腳踏車 第二天第三天就開始 這裡痛那裡痛 很多 所以我都會鼓勵 我的姐妹朋友 來我這邊看診 所以希望她們要培養 至少培養一個運動的習慣 那其實運動習慣 因為我剛剛強調 重點是在於你的肌肉鍛鍊 還有你的有氧 就是有氧跟無氧的一個搭配 有氧呼吸跟無氧呼吸 運動的一個搭配 所以運動時間 如果每個人要看自己的時間 不一定說一定要 每天一定要什麼 一個小時這樣花下去 因為這樣其實很累 只要有一個觀念 好 重植不重量的觀念 你就算運動個10分鐘 15分鐘 30分鐘 其實就夠了 重點是要鍛鍊你的時候 核心肌群 就是我們常強調的核心肌群 因為核心肌群是跟我們整個人體的骨架 結構有關 那我們身體的核心肌群 因為它叫Coal 像英文我們叫Coal 它就像一個中性一樣 它是在我們的身體面 是層上啟下的一個單元 我剛剛有講到說 我們現在人體最容易出現的體質 就是上熱下寒 所以你要從哪邊下手 當然要從中間去下手 你不可能從上面或下面 所以這是最好下手的一個部位 所以我在這本書的第一章 後面幾集就特別強調是要鍛鍊這一個運動的一個重要性 好 那第二個章也講到這個瘦生素 這個美麗有持久 然後裡面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肥胖容易罹患一些病 這個大家都理解 可是肥胖會造成這個不容易懷孕 是什麼原因 這個也是很好玩 因為我那時候在看診的過程中的時候 好 那因為中醫好 這個減重也是很熱門 所以很多患者 有些女性就說 來 你可以幫我忙 那我們當然在治療過程中就幫他順便 這個婦科內科去調整 做埋線嗎 埋線 對 埋線 還有我們體質服藥 那當然我的做法 因為我本身就是內科醫師出生的 所以我那時候在幫我治療過程中 我都覺得說你既然要漂亮 那你不把婦科內科變好的話 那其實那種漂亮是沒辦法持久的 我就幫他調整 那很好玩 有一次有一個小姐 那她40 我記得她說42 43歲了 已經很大了 她以前她說看起來真的很差 氣色很差 黑黑的 可是身體就是胖胖的 很不健康缺氧 其實人家講的缺氧 後來她就來給我看的時候 就有一天跟我講說 這樣子謝謝我 當然我們平常在臨床上 平常看到病人感謝 可是她那個感謝我覺得很特別 我說怎麼回事 你幹嘛平常我們都三八三八 怎麼突然間這麼正經 她說我懷孕了 我說真的 很好啊 這樣子當我以為她是三寶或二寶三寶媽媽 我說很好啊 這樣子就那個嘛 又是偷胎 偷胎 她說她跟她的 因為她通常沒有跟我講說她跟她先生的事情 都沒有 因為她 因為她才知道我後來才知道 他們努力了很久很久了 但當然努力了很久的時候 她對這一塊來講 她就是她心中的一塊比較難過 好硬的地方 說她從來不會跟我 她跟我三寶三寶 但從來不會講生孩子這一塊 她老公後來也有來跟我謝謝 她說她從來都沒有想到 會有懷孕這個就是生寶寶的事情 後來已經生下來了 這個寶寶現在應該 應該應該現在應該是國二了 國一國二了 很開心很謝謝 我就後來 當然很開心 我還回去思索 奇怪 因為我只是給她做一個體質上面調整 包含減重 她怎麼就會懷孕 後來發現很多Case都是這樣子 我突然了解了 其實也是跟我剛講的 顧阿嬤生活是一樣的道理 現在很多女性 她 我們講的就是在體質來講 她是過胖 在現代醫學來講 我們身體裡面 女生維持著生理來說 最重要是所謂的荷蒙這一塊 身體的脂肪其實就是荷蒙的前驅物 也就是說我們今天身體的脂肪 除了讓我們保持一個熱量的消耗以外 還有我們講的一個營養的補充以外 組織架構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它會轉化成我們身體的荷蒙 因為他們結構很像的 所以如果說一個女生過胖 甚至過瘦都一樣 過胖或過瘦的時候 她的荷蒙其實是有變化的 也就是說她身體 比如說過胖女性 我們常常去看她的身體年齡 哇 她其實身體年齡是老化的 對 甚至已經超過了我們講的停靜的年齡 雖然她可能只有二十三十歲 可她的身體年齡 表現出來可能已經是五十歲的身體年齡了 所以她在準備這個懷孕的過程中的時候 其實她的身體就是像五十歲的 女孩子的身體一樣 當然她生產懷孕的機率 跟包含將來生育的能力都會下降 所以我後來發現說 有這個問題的存在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這邊下手 包含來招攏一些女性 她可能做過一些其他醫師的治療 包含西醫的或腫瘦的治療 她如果體重這塊沒有控制住的時候 我一定先從體脂肪去給她做下手 很奇怪 她就這樣子就很自然就懷孕了 因為她變成一個易受體質的時候 其實她就變成一個年輕的體質 不管中醫 西醫的這種不育症醫生 他們我們說我們最害怕的敵人 最害怕的敵人是什麼你知道嗎 是年齡 年齡的老化是一個很難控制的因素 不管我們用什麼樣的方法 其實就是希望能夠讓她變成一個什麼 年輕的狀態 所以我們中醫有講說叫逆領 好像回春 就是讓她回到一個年輕的狀態的時候 她自然而然她的生育能力就恢復了 就像我們看就十七十八歲 有很多女孩子 小男生 青春期的時候 我們每個人都講興致勃勃的 偷腸經過什麼的 那時候都很擔心 女朋友什麼的妹子不來 月經不來 完蛋了完蛋了 戲啊糟糕了 家裡頭不知道怎麼交代對不對 很緊張 怎麼奇怪 三十四十歲之後 我們當然現在三十歲了 當然也有很多四十歲 怎麼三十十歲之後就開始希望她趕快來 都不來 都一直來 就很難過 完全相反了 所以我們很簡單就是只要把她的身體年齡恢復 恢復年輕 當然我們沒有辦法回復到十七十八歲 可是以我像目前這樣臨床經驗來看的話 我們就算恢復個五歲 年輕個五歲 那個就很有勝算了 就像打仗一樣 你就很順算了 就機率就會增加就對 增加很多 譬如說體重 我的臨床觀察就是這樣說 不管你現在多胖 你體重狀況多糟糕 基本上你就先瘦你百分之十 你瘦百分之十的時候 你的月經週期 因為通常那時候月經週期 會不穩定不規則 通常就會出現到一個稍微比較穩定的狀態之下 通常我們一般來講的話 百分之十的話 你的懷孕的能力會增加到百分之二十 如果你瘦到百分之二十的時候 你的我們的生產的就是懷孕的機率 會增加到百分之十來就是到五十 那其實是非常的 這個就是我們在看診來講的話 就等於我們就這個信心就大增了 對啊 我們舉個例子 好八十公斤的女性 說八公斤 你說八公斤七十二公斤的時候 你就可以增加百分之二十 如果說你今天可能說百分之二十的話 十六公斤 七十 好譬如說六十四公斤 你就懷孕了 而且你這懷孕的過程中 我們不是只有求懷孕嘛 對不對 你要生下來才算數啊 所以你今天六十四公斤 好我們到十四公斤你懷孕 你是不是安心很多 因為你懷孕你還會胖啊 如果你八十公斤懷孕 你胖好 我們說十五公斤好了 九十五公斤 哇那個過程中 不要說我盯你啊 副產科就是產科醫師都會盯 而且比我盯的更兇 對 可是我已經是六十四公斤好了 好 那你就好 我增加個十五公斤 這樣的話七十九公斤 還好 還沒有像你當初來看我 說八十公斤那麼可怕 對不對 所以你這樣懷孕過程中就很安穩 而且就是出現了風險性 不管是對媽媽對孩子的這種 胎兒的風險性都低啊 所以這也是你過去十五經驗 累積出來的一個 對 因為我剛剛有跟我們主持人說過我的一個學習背景 因為我以前是工學出身的 所以我對這些數字的部分會比較敏感都會高點 那我就覺得說奇怪 傳統的中醫也是有在講這些東西 可是因為他畢竟我剛剛講說 很多現在是文明病 他沒有提到的 可是我可以用傳統的 站在我們傳統的基礎上面 再去結合現在的一些 好我們講到現在的很多的一些新的一些思想去融合的話 其實很多問題就很好解決掉了 好第三個講解講到這個美肌素是不是 幫我們介紹一下 裡面也有一些女生美肌的一些重點這樣子 是 比如說吃東西要吃一些白色食物養肺 對對對 因為我們東方人 就是喜歡漂亮的話 就是喜歡要美白 所以你看很多保養品 很多強調的有效成分一定都是 肌膚要美白 要潤膚 要看起來要水蕩蕩這些 當然西方社會不是這樣 不管怎麼說 我們因為我們在華人社會裡面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話 所以我通常都會跟我的節目朋友講 你今天要漂亮 絕對不能怪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這個是美國林口總統講的 你20歲之前你爸爸媽媽辦理負責 你20歲之後你要自己負責 靠自己 靠自己 所以你吃的東西 你的生活的方式 一定會影響到你的外觀 一定的 像我剛剛講 我剛剛前面有個case 那個43歲懷孕的那個 一開始臉就黑黑的 為什麼他缺氧 為什麼缺氧 因為簡單講說 我們把他當成 把我們的身體當成是一個公式來講 你如果今天攏緣很多 不做事情的人很多的時候 你這個組織好 他就開始這樣被消耗掉 所以如果你今天像我們人體一樣 你要變漂亮 如果你今天不把身體做一個清 排除 或是說我們講通 中醫講到通 或是說我們講排 這種過程的話 舊的不去 好的一定不會來 所以我們在做這個過程中 就是說你今天要漂亮 一定要先從裡面 漂亮到外面去 這樣才是一個持久的表現 在中醫來講 我們有所謂的五行 這個乾心皮肺腎 木火土金水 這個以五色來講 就叫青赤黃白黑 剛好中醫講的肺 就是他講到青赤黃白黑的白 跟我們中醫講的乾心皮肺腎 的肺 肺跟白它是相對應的 對應 那這個肺在中醫在講是什麼呢 它其實在講的是 我們講的皮膚 跟我們身體所謂的黏膜組織 都是這個東西 所以你今天 因為中醫古代 它是叫做筆類相求 就是說什麼東西 你就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它會有一定會有 就因為大自然 它會在這個地方長大 它一定是有相同 同氣相求 同樣的東西 同樣的磁場東西在一起 所以我們去攝取 這個類似 同一種類的東西的話 就可以增加 所以我就後來就發現說 原來如果你今天要養我們的皮膚 那你從我們中講的肺下手的話 就可以從白色的食物去下手 白色而且還要從膠質 因為我剛剛講到肺 它跟黏膜層有關 你如果從白色 或是有膠質的食物去下手的時候 它對我們身體的營養補充 相對來講就會增加 像膠原蛋白好的方式 甚至我們講的 讓黑色素的沉澱 我們有時候豆拉這些色素的沉澱 因為反應反應之後會有色素沉澱 它一樣會有一種代謝去除的一個作用 然後第四個章節講到子宮保養素 是不是子宮只要保養得好很多婦科相關的疾病 就不會一早上門 對是的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說今天把男生跟女生來做一個比較的話 其實大家會發現女生跟男生最大差別就是 他的骨盆腔裡面它多了器官 就是我們的卵巢跟子宮 這是為了孕育孩子的 那這個器官就是說它雖然我們剛講它是一個生子器官 可是對身體的負擔來講它就是多一個 對 所以我們今天女孩子跟男生就是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說對於這一顆器官要特別的去做注重的一個保養 因為它會反回饋到我們的身體 身體的表現還有辦法我們心理層面的一些表現 所以女孩子在中醫的婦科裡面來講 她就把它劃分 從青春期開始 金代台產 就是一個年齡層 她所面臨到的一個身體的一個重點 就是要從哪邊去下手 那不管怎麼樣 她就絕對脫離不了我們講的子宮這一塊 中醫在過去講的子宮叫做包公 為什麼呢 因為她是孕育胎兒的一個環境 那在還沒有懷孕之前的時候 她就是一個 等於說我們講的準備懷孕的 準備孕育胎兒的一個環境 這個時候我們的每個月 她一定會形成一個所謂的月經 所以如果你今天 月經代表是我們身體的一個反應就對了 如果你今天月經如果不順 保管她的值 她的量 她的時間 她只要任何一個出問題的時候 她其實是一個訊息跟警告 告訴你說你已經要小心了 因為你的身體的狀況 不但是將來不容易懷孕外 你最基本的你這個生活的品質 一定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們在治療婦殼這塊都一定會加強 就是在這個子宮這塊的一個治療 那子宮的治療呢 我剛剛講說她人體就是一個平衡 動態平衡 如果你今天從這個婦殼 從這邊包公這邊子宮這邊去下手 相對來講 她的生活品質變好的時候 她的心情 她也會變得比較好 像我們的女孩子 月經常來之前的時候 哇 那個戰鬥力 簡直是就等於是歸零了 像我以前小時候的時候 我那時候就是比較單純了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那時候 担任班長 後來學校的體育的組長就把我們這些班長叫過來說 我剛才講好我們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體育課要怎麼注意事項 如果有人要請立架 立架的話 這個要跟老師報備 我就舉手說 老師 孫老師請問一下什麼是立架 那個老師就哈哈大喬 這個不懂你回家問你媽媽 我回去問的時候 才懂 原來很多女孩子月經開來之前說 那個很痛不舒服 生理病 對 所以她就請了所謂的生理架 所以我剛才講的如果你今天子宮狀況不好 那這個從我們的一般的學習 工作上面來講 隐藏就很大 第二個 我們女孩子會怕 怕什麼 我們女孩子是一個要 我們女孩子要美 除了我剛才講的那些表演外 還有一個所謂的自信性的表現 我們很多女孩子 你會看她比較傳統有些女生 比較微微縮縮的 你去探究她 她的身體大概就不是很好 她沒有辦法放開 她的心情 放她的身體去跟人家一起去相處 那如果說你今天把她身體這部分 去問題除掉 病理的問題除掉的時候 你會發現她整個自信度會大增 這種自信度大增的改變 有時候是對她的人生 包含她將來的這個 就是說她整個一生的一個百分率很大 所以我在看診過程中說 像我的診所裡面她有個slogan 所謂就是調理先提回春 我們就講的叫做療癒 很多人問我說 張醫師什麼叫療癒 因為我的個人的觀點 是認為說今天你今天來看 雖然你是看婦殼問題 但是你來看子宮問題 但是我希望今天我把這個婦殼 幫你的子宮照顧好之後 讓你的身體跟你的心理 達到一個平衡的時候 你去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是一個很開心的 身心健康的平衡狀態 所以我希望它能夠達到一個 身心療癒的一種境界 就無心認為幫助自己的自信心的增長 增加很多 下一個章節講到 就是關於懷孕的一些細節 養出好運體質一切 要從觀察基礎體溫開始 為什麼這是一個這麼重要的一個開始 是 因為其實這也是 我在臨床上面看完很多 這麼多年的時候 我就慢慢發現 現在人 這當然像講有點開玩笑 男不男女不女 為什麼叫男不男女不女 我們女孩子 本來就應該要知道身體的變化 一定要知道身體變化 因為我們會生的 因為女孩子是水做的 水就是荷爾蒙 她本來就是在月經完之後 她的身體的狀態就是要很開心 會愉悅 非常愉悅 這個就慢慢到我們講排卵期的時候 就會開始對我們的異性 會產生所謂的好感 然後到高溫期的時候 就開始準備要備孕 懷孕 一般女性應該她的心靈方面 還有幫我們的身體方面 都會有一些反應 可是現在沒有 好 現在女生完全沒有 現在我們常講的女子漢 為什麼她沒有了 因為她太過於文明化了 所以我常常在理床上面 跟我的患者講說 我們要去把我們人體本來的什麼 動物性有沒有 給它找回來 動物性就是獸性 你看狗狗貓貓 他們在發情期的時候 他們會那麼克制壓抑自己嗎 是很激情 很可怕 不擠就出去 你說奇怪今天我家小乖這麼乖 從小到大 怎麼突然不見就不見了 回來的時候就很奇怪 心情上面稍微有點轉變 過了沒多久 怎麼肚子就變那麼大 我們人體其實也是這樣 所以我在懷孕的部分 我就跟很多患者講說 你一定要把身體的感覺找回來 可是話是這樣講 可是很多人還是沒有辦法去 體會到我講的意思 怎麼辦 很簡單 我們用科學的方法 因為我剛剛講過 我本身對素質比較敏感 你就量清楚體溫表 體溫表是一個比較客觀 一個科學化 你就每天早上就是固定做功課 但是我通常都量科學 那個技術研究表我有一個前提 如果你這個人個性是非常緊張的 好像明天有什麼事情 你就睡不著那種的 你就不要量 反正量反而更糟糕 更緊張 更緊張 如果說那種我們講的 都OK的那種 我就請他量 你來量的時候發現 奇怪 我這個低溫真的是低溫 我高溫真的是高溫 我排卵真的排卵 如果有這種感覺出來的時候 八九不理事準備要成功了 如果我低溫都亂七八糟 高溫上不去很短什麼的 那這個就是還要再努力 那這可以給我們的姐妹一個提醒 那是不是我今天 在這個生活的方面來講 我要做一些改變了 我昨天去吃 亂七八糟 麻辣溝什麼的 我看不要吃 而且吃了體溫都亂掉 我熬夜熬夜 到一點都難得追劇的 我就不要追劇了 因為體溫會亂掉 就是他等於是一個鞭策 也是一個觀察 也是一個很客觀的一個 讓我們姐妹朋友去做一個 了解身體的方式 所以我會鼓勵大家說 如果OK的話 你就做一個基礎體溫表 是這樣 那當然 還有所謂的不運體質的改變 因為現在大部分我們剛剛都講到女性 其實我現在要特別講到說 其實我們男性朋友現在問題很大 我以前在看診的時候 接觸到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女生來看比較多 我現在發現很多男生來看 而且男生來看的時候 都是老婆拉著看的 都是這樣 傳播過來的 我就覺得很奇怪 其實一個大男生幹嘛這樣子 扭扭捏捏的 有些男生 還是有些傳統觀念上面 會去做一些影響 現在男生跟過去還是不一樣了 真的是比較男不男女不女 我們現在男生沒有 我們講過去的那種 怎麼講 追求異性的動力 現在男生很乖 當然我們主持人 不是這個自帶的人 我是說那個年輕的 你就看現在很多年輕的男生 很棒很乖 真的很好 我們常常講的是好男人 可是很奇怪 你家跟女生在一起 一個晚上不會發生事情很多 沒有那個動靜 沒有動靜很奇怪 我是當然不相信那種 概念被純聊天琴的人 一定傷心會還本 可是現在男生 可能就是這不會發生事情了 為什麼 他的動物性沒有了 對異性的追求性的慾望沒有了 包含結婚在一起之後 刑防的動力都沒有了 那我就去了解為什麼 第一個體力爛了 真的體力很差 體力不好 不好 為什麼很可憐 說實在話也是很可憐 台灣畢竟是一個比較低性的社會 忙加班這些 回到家很累 我剛才講的 你這時候生命都已經受到威脅的時候 你會想要升職嗎 不可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 沉迷電玩 現在年輕這一代很奇怪 很愛玩手遊 很奇怪 以前我們那時候 當然結束到就是那種 電動玩具店 或是我們講的TV game 什麼PS那些 現在因為手遊太發達了 一直玩一直玩 玩到老婆都上床睡覺了 還在那邊玩 不知道玩什麼 也不在追求什麼 追求還花錢 要買什麼裝備什麼的 很奇怪 我通常今天要回去 拜託不要玩手遊 不要玩 玩那個幹嘛 有什麼成就感 你今天跟老婆玩 玩出一個孩子 還是比較有成就感 對不對 好 所以第二個就是這個三型產品 第三個 現在男生很奇怪 每一個都很胖 當然我不是說胖就該死了 但是你看我們那個 我就跟很多一些姐妹講 你就把你的這個手機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封面是不是 它桌面 你就換成那個C螺 貝克漢也可以 我們不要講都講外國人 你可以換成那個 我們台灣那個誰 彭于燕 有沒有 而且一定要漏六塊機 你如果喜歡韓國 性感男生 你就天啊 被你老公看到之後 就開始會那個 他就會開始會反省 我雖然沒有六塊機 但是我這一塊機也太大了吧 他就開始講去鍛鍊了 去訓練他 因為我剛剛講到前面 有講核心肌群 男生的核心群就是在鍛鍊什麼 我們講的性能力 真的 你看只要是那個運動員 有名的 哇 周會有一些緋聞啊 緋聞一堆 醜聞啊 對對對 為什麼 他需求很大 對對對 我們這些男生也是一樣啊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把你的身體稍微鍛鍊一下 腹肌鍛鍊一下 在外觀要改變一下 你看我們韓劇為什麼那麼紅 韓劇有個很大的特色 韓劇跟日劇都一樣 日本的韓國人很注重什麼 很注重外表 像我患者面很多日本人 每次日本人一來的時候 知道他是日本人 一看穿手就不一樣 講話語氣態度完全就不一樣 很注重外觀 在外觀是一回事 裡面真假我們不知道 但是至少外觀就是給人家 好感度提升很多 我們台灣男生現在也是 也要往這方面去努力 不要搞得說結婚前的男生 結婚後 我那真的是很糟糕 我們常常講詐騙集團 然後老婆騙到了之後 就不管了 對 所以這邊會特別提到男生的這個 好最後中醫師跟我們講 這個最後一篇 你有講到這個怎麼看診 以及要怎麼看 到哪裡看 以及吃中一些問題 包括聽說朋友 如果通常這個節目 或者是看完你的書 想要在你這邊求診的話 要怎麼樣跟你聯繫 是是是 因為我覺得 現在的中醫師跟過去比較不一樣 那我們以前傳統的中醫師 當然要讀很多過去的中醫經典 這個是基本功 這當然也要練 但是我們不能說所有事情 所有的想法都完全就是尊骨 不化 因為時代在變 對沒錯 病人也在變 體質都在變 所以我們要怎樣 我們要把過去的方法 就是要給它新用 骨武法要新用 所以現在的中醫師一定要具備 像我剛剛講的 你除了說傳統的基本功以外 你現在醫學的認識一定要了解 因為有很多患者 他們都在台北 很多有名的生殖醫學科醫師 這些地方治療的 你要如何把握你中醫的優勢 跟西醫做配合 或者是說西醫它已經沒有辦法了 你要準備用中醫的方式 讓它能夠成功 你必須要了解對方 了解他們西醫的做法 像我在治療過程中的時候 我常常會跟我的患者建議很多地方 像他們有一些患者來就跟我講說 你這個藥我吃 如果我月經來的話 或我懷孕的時候 你這個藥還可以再吃嗎 一定可以再吃 因為我們不是像西醫那種方法 西醫是荷爾蒙療法 所以它在不同時期 要用不同的藥物 我們中醫其實主要是什麼 我剛剛講到 針對的是你的體質改變 你不好的體質 太不好的體質 把它改變掉成一個比較好的體質 我們叫做多餘的 我們要把它卸掉 不足的我們要把它補上去 達到一個所謂的動態平衡的時候 這時候不管在什麼時候使用的藥物 基本上就是以這個體質來下手 就會成功 所以你必須要有西醫的治療 它的優勢它的長處 跟我們本身中醫調體質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強項做結合 這時候你的醫療 你的效果會達到最大的一個成功 最大的機率 所以現在的中醫是必須要做 這方面的一個訓練 再來就是使用藥物的靈活度 當然我們現在很多的中醫去看中醫 大家都說 我們都拿一包包的藥粉 藥粉 這叫科學中藥 它是一個最基本的一種治療方法 這個方法它有它的好處 當然壞處 當然我們不要說壞處 就缺點 缺點也有 它好處就是它健保給付 便宜 這沒有錯 可是問題是 它用藥絕對是不靈活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藥物組成一定是固定的 其實中醫最大的特色就是 每個人他吃藥是不一樣的 它的藥物的利用 就像我們中醫師 中醫師有點像是我們像過去打仗的時候 一個將軍一樣 一個軍師 軍師一樣 他要去下他的戰略 戰術 如果說你今天用的是藥粉的話 那你就會很容易被限制住 它沒有辦法像水藥那麼靈活 第二個有效濃度也有差別 水藥的流行度絕對是最高的 因為當初科學中藥也是從水藥這邊 去做一個複形之後才變成的 對 可是問題是你想想看一包水藥 那煮起來 比如說一碗好了 哇要變成粉 那個吸食到多少了 其實很多 所以藥效比較差了 所以食用藥物的熟練度 我認為也是一個現代中醫師 你要有自信的 不要說只會開藥粉 藥粉大家都會開 你要會開水藥 水藥的每一個藥物 他的個性他的特性在哪邊 怎麼樣對患者有效 要敢用藥 不要說日子被綁住 再來就是說要知道說患者的心聲 當然我們臨床看診 有時候病人很多 但是像我 你看像我這麼愛講話的人 我只要看他有些 我覺得我看不過去 或覺得不對勁的 我一定會提醒他 就看病你要有熱忱 你要找到醫生要有熱忱的 不要找到他醫生 就是還可以 好好好 那下禮拜再過來 對 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對啊 我到底生理發生什麼事情 我不知道 有一個醫生可以跟你溝通的 跟你的我們講的 就是你的頻率是相同的 他你問的問東西 他能夠關於解決的 很回答的這種醫生 是我認為現在比較好的 這個中醫師具備的條件 當然我本身來看診的話 我會這樣講 就是因為我本身來講 我一定是朝這個方向在努力 所以如果說有興趣的觀眾 聽眾朋友 如果想來找我看診的話 可以到網路上去Google 張若瑋中醫診所 這幾個關鍵字 我本身有兩個地方在服務 一個是在中校復興站的中校醫院區 還有一個是在捷運中山站 就是在南京西路那邊的 一個南西醫院區 在服務 那邊的話有一個醫師 林醫師跟我兩個 一起為大家看診 林醫師本身是我的太太 她也是我的學妹 所以我們在看診的 思想脈絡方面來講 用藥是一致的 所以找我們兩位醫師都可以 所以說如果你對這方面 有需求的 有興趣的 聽眾朋友的話 就可以來我們的院區 來找我們就診 我們是用預約的方式 所以你第一次來的話 就可以用電話預約 不一定說一定的人就先過來 都沒有關係 當然出診你先過來也可以 但是我們可以用先用電話預約 因為現在人都比較忙 電話預約的話 你可以把你安排在你比較方便的時段 這樣的話對我們的看診的 這個流程來講的話 比較能夠符合你的需求 而且我相信中醫師的看診時間 應該會比所謂的像我們CQ過號的時間 還要來長一點對不對 對 我知道CQ又快速 然後問沒三分鐘就結束了 是 所以中醫師不一樣 中醫還要問問問切 對 好 因為中醫我剛剛一開始就跟主持人一起討論過說 中醫是一個能量的醫學 其實一個好的中醫師其實有時候 我們講到這個是比較心而上的東西 他在跟你看診過程中的時候 他其實已經在幫你治療了 就在觀察 在治療 就像你跟一些人在相處 奇怪我跟他相處就很好 氣氛很好 気持人很好 你跟一個人在一起 他也沒得罪你就覺得很奇怪 覺得不舒服 不舒服為什麼 市場不同 能量不同 所以我們中醫在這一塊來講的話 會比較注重 所以來看診的話 像我們一開始初診來看的時候 我們光護理師 他來對你的過去的一些病史的一些 詢問方面來講 就會花一些時間 那這樣你出診 我來看的時候 我再幫你做分析 我幫你再做一些觀察 還有解釋的話 也會花時間 所以我們就是我們跟一般中醫診所 來自於跟現在醫學 好 現在醫學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也是 好 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作者 張若瑋中醫師為大家介紹 女生才知道子宮逆靈術 然後布科文化出版 好 謝謝 謝謝謝謝您 謝謝主人 謝謝主人